白色情人節 夜夜奶奶也要跟年輕情侶一樣 一起歡樂過節 新北市社會局在中和的摩鐵 開歡樂party 邀請到了18對65歲以上的 銀髮夫妻和姓平老師大聊姓氏 要讓大家了解 姓不是難以啟齒的話題 更是情感抒發 親密關係維持的重要因素 情人節不是我們年輕朋友的專利 也是我們老人家 可以共同參與的活動 而且鼓勵老人家 多多表達情愛 多談情 多說愛 讓他後半輩子的生活裡面 可以幸福洋溢 戴上華麗的眼罩 擺脫本來害羞的自我 和每天相處在一起的老伴 大聲說愛 其中現場高齡91歲的 黃策驢爺爺 和86歲的妻子 恩愛更是讓旁人都羨慕 相處這麼多年 透過老師教導的幸福三招 營造更美滿的生活 我相信我們的感情 可能會更好一點 更密切一點 更不會再拌嘴的 不會天天打人仗 應該不會了 會做得更快樂一點 社會局表示 老年人容易受到社會期待 和親朋好友的態度影響 無法真正表達出 對性生活的期待 談及性生活相關的問題 透過活動 要鼓勵引發長輩 不分性別 勇敢說愛 中家新聞 朱鳳志 郭南宏 綜合報導